好,那请看前面 好,我刚刚我们宣告了一个Shape 这一个形状的物件 OK,那我又宣告了一个Rectangle 矩形去继承Shape OK,我又宣告了一个Circle 圆形去继承Shape OK,那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 为什么要继承呢 从只有继承,单有继承 其实我们看不出它的用途 但是我们刚刚稍微加了Thick之后 稍微看得出它一点点用途 因为不管你是圆形的形状 还是矩形的形状 我加上厚度之后 它厚度都可以共用 那我下面通通都去使用厚度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我可以再稍微修改一下好了 你会发现说我这样子去写Volumn 其实是有点浪费 怎么讲 我的Volumn可以写在上一层 我根本不需要写在下一层 怎么说呢 来看一下 我这里的Volumn Volumn不就是Area乘以Thick吗 对不对 就是面积乘以厚度 就是体积嘛 那我就写在上一层啊 那我写在上一层 如果我不写Virtual其实也无所谓啦 我一下下端会自动继承 只是你不能够再把它覆盖掉 不能覆盖掉 但是如果你想要覆盖掉 那你在上面就要加Virtual 那我这边我就不用写啦 我这个程式就变得更简单 对不对 这个也不用写 所以这个程式就变得更简单啦 那我再建置一次 好OK 我去执行 好那你会发现 执行出来跟刚刚是一样的 但是我程式码呢 少了一个函数 因为我把那个函数提到上面那一层去了 那本来下面的两个函数 通通都不见了 所以只剩下最上层的这个函数 OK 这样子 对为什么要继承就得到了一个解释 所以我把这个变成范例3 也贴进去 好 我先把它 把将volume函数提到 提到 shape 物件中 好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一个写法 但是为了一鼓作气讲完了 所以我们还暂时不停 我们继续讲 所以待会各位可以 记得去看一下 继承的功能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我要一鼓作气 把多形也讲完 多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宣告了一个s shape形状 一个r 橘形 那一个circle 圆形 但是这些呢 都有厚度 OK 那我这边宣告一个shape的阵列 好 请注意哦 这边很重要 这个 好 假设就叫了r 等于什么呢 等于new OK 好 这时候呢 我的s放进来 r放进来 再放一个c进来 我再放一个r进来 这样可以 OK 可以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见识没有失败 接下来呢 重点来了 for each 或者是for i等于0 到array.lens都可以 我用for each shape 然后呢 这里我用 o好了 物件 shape o in array 然后呢 我呼叫 呼叫什么 o点area 等于 好 然后呢 我再呼叫一次 继续加下去 o点volume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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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我把这些物件都塞到同一个阵列里面 你来看一下 刚刚前面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到这个o点area开始才是新的那一个阵列的 就是那个for each的输出 你可以看到这个for each的输出一开始第一个o呢是0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o是shape 第一个o是shape 所以是0 没错 第二个o 第二个呢 第二个o是r 是r 也就矩形 所以它是area是40 volume是80 没错 好 第三个o呢 是circle 所以它的area是12.5664 volume是62.832 ok 因为shape变成5了 对 shape o2是5 62.832 那第四个又是r 好 所以呢 它o点area就等于40 o点volume等于80 好 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 也就是说我用同一行程式 请注意 这为什么叫多型 我用同一行程式却呼叫到不同的函数 有没有 这o点area在矩形里面它是一个函数 是矩形的wis乘height那个函数 在圆形里面它是3.1416乘以r乘以r那个函数 那但是它却用同一行去呼叫到这个不同的函数 所以它有不同的形态 所以叫多型 好 这样稍微了解 那要更更确定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件事 再加个函数 我再加个函数叫print virtual 然后呢 void就好了 void就不传为止 print 我这个函数呢 我也用 我也用 也用那个 virtual 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 直接用abstract abstract是抽象的 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定义它的程式嘛 我直接结束就好 好 但是这样子会要求说 下面的每个函数都要有print 所以我在这里 好 这时候呢 我下面这个函数也有print 我print做什么用呢 我print出 rectangle 然后呢 width等于 好 然后呢 再加上 thick 我就这样印出来 好 这是矩形的印法 接下来我再加一个函数 是圆形的印法 那圆形就没有with和height 对吧 而且我们这边可以看 circle 然后就没有with 它只有r r等于 半径 然后呢 seq 等于seq 就这样 好 这是圆形的部分 好 那 在这里 哦 我觉得我们恐怕还是得把这个改成virtual 因为 这样shape 没办法印 对不对 如果没有写它的内容没办法印 所以我还是把它改回virtual 改回virtual 那这个就直接印出shape 好 我就印出shape 好 然后只有shape 好 然后只有shape 只有后度 好 就这样 好 那这个shape 我干脆一开始把它设成0.0 好 这样子就不会让它的值不固定 好 好 这样我们确定一下 建置 好 那它会告诉你说有个rent 因为你的rectangle的print 其实是要去覆盖掉这个 所以这里要加virtual 那下面呢 就要加override 那这是shape shape的语法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 java不用这样写 那但是它这样子是比较严谨 就是说强制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的是哪一种 那ok 这样子做完了我们的程式 那我在这里呢 我就已经 ok 已经有印了 这里 我同时把area和volume也 也印出来 ok 好 那我就印area 好 那这样子我在下面我其实就可以省掉一些事情 我把位置height这后面呢 就直接加上 用这样子不太好 好 就这样好了 rightangle 然后这边呢right 好 好 我这边稍微做一下排版 我让它内缩一点点 让大家看得清楚 好 内缩一点点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呼叫 bass 我呼叫bass.print 就是呼叫它上一层的列印 那它就会也把上一层印出来 那我这边也用bass.print 好 ok 建置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状况 诶 奇怪 没有 我觉得 哦对 因为我这里还没改 我这里呢 改成 不要用这一行 我这里改成 直接 直接print o.print 就好 好 这样子 建置 好 你会看到这个情况 前面这些都是刚刚那个 一开始的程式码印的 一直到这个o开始 就是 好 它印了 上一层的shape呢 是厚度0 area0 volume0 但是带了rectangle 它是width height等 width等于5 height等于8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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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shape的物件 所以它是都是0 没错 接下来 第二个物件 它有 它是rectangle 所以它会先印出这一行 然后再去互加shape ok 呃 所以它是 是5乘以8 40 40 再乘以280 这样 这是这是第二行的rectangle 那 呃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分行有点不好 我干脆上一层的print呢 不要换行 我的这一层的print 不要换行 那这样子的话 我在这一层换行就好 那我就可以 ok 这样 好 这样会比较清楚 好 你会看到 哇 一开始 是一个 哇 哇 等一下 这个shape 没换行 结果连到后面 嗯 呵呵呵 算了 我用最正 最正统的写法 来 不要用print 我用toStream 我用toStream把它转成自串 好 好 然后呢 我直接return这个东西 toStream ok 那我就不要用print了 好 arbrick 这里可能要用override 好 各位现在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 啊 没关系 下礼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了解答 先让各位搞混一下也是好事 啊 你没搞混过你就 就没有办法体会它真正的效用 就没有办法体会它真正的效用 好 这时候呢 我就 传回 这个 加上 这个 好 这样 Rectangle Rectangle 就做完了 加上 这个 好 ok 这个也做完了 而且这个不应该叫print 这个都是toStream 好 现在呢 这个 这个 好 这样是 比较完善的写法 好 那这边如果你没听懂 应该算蛮正常的 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企图做了太多事情 好 第一个 Shape它运出000 0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物件是SShape OK 那第二个呢 它运出厚度为2 面积40 Volum80 然后Rectangle 它是Rectangle 而且Wheight是58 OK 第三个 这里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空格 导致它黏在一起 我把它修正一下 这个多一个空格 这个多一个空格 OK 重新执行一下 好 好 这样子就有空格可以分开 好 第一个是Shape 好 是Shape 第二个是Rectangle 所以运出这个 第三个是Circle 所以运出这个 Circle 有没有 第四个又运出 Rectangle 好 所以它同样一个 ToStream函数 呼叫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函数 Rectangle的会呼叫Rectangle toStream OK 那Circle的会呼叫Circle的toStream Shape的会呼叫Shape的toStream 所以到这边为止 这个封装 继承 多型 三个概念 就全部讲完 好 所以我把这一个版本呢 call到 贴到多型的这一个里面 贴到多型的这个里面 那我之前还有一些范例是比较相对简单的 那我现在把它贴到最后 是这个 好 你可以去看一下前面简单的版本 那最后你要把这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版本看动 OK 好 那这是我们想要各位做的 叫完整复杂的版本 好 在多型的这一个主题里面 好 那请各位看一下 但是还不急着马上去看 因为要下课 所以呢 我们出习题 出什么习题呢 这里 在最下面的101习题 就是你们这一般的习题里面有一个正列物件 你把它打开 你把它打开 这个 因为它链接串列比较复杂 OK 所以用正列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可以透过继承array去实做出堆叠 好 那你array这个呢 要有它的初始化见过函数 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设那个一个正列的初始 好 另外一个是你可以在后面一直新增 新增 新增 物件进去 或者是新增浮点数 所以这个例子我们用浮点数就好 所以是一个浮点数阵列 我把它补充一下 仅实做浮点数阵列 浮点数阵列 用double 好 好 那实做完浮点数阵列 你要有建构函数 要有append 就是新增到尾端的这一个函数 那你的正列大小一开始可以设固定的 比如说100 超过100呢 就是错误 OK 正列大小设100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之后我们会告诉各位说 那其实它可以改善射程动态的 我当超出100的时候 我自动把正列扩大 再把旧的资料扣进来 OK 这样子就可以 就可以变动态的 那第二个你要去实做这个堆叠 去继承正列物件 继承正列物件 然后要有push和pub 这两个函数 第三个你要继承正列物件去实做向量 这个向量呢 要有两个向量相加 内积 把向量呢 变成负的 比如说它是333 就变负3负3负3 然后再来呢 做向量相减 那其实你做向量相减的时候 那其实你做向量相减的时候 就可以先把第二个做负的 然后再做相加 其实就是相减 A-B就是A加-B OK 所以你就可以重用 好 那内积各位就要回去查一下 先进代数 各位上了吗 有吗 那就是先进代数的课本 那一集应该是很容易查得到 所以今天的习题呢 就是这个三题 好 这个是家庭作业 好 这个是家庭作业 好 正列 好 正列堆叠于物件的 五项量的物件使作 那参考 这个网址 好 那请各位去看看吧 我们刚好12点 好 下课 好 好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